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名于梨梨,剑则其限多图工 跪山上的梨梨,长得很像小猪 四肢长有爪子,带有锯齿 发出的声音和狗的叫声相似 传说哪里出现梨梨,哪里便会大心吐木 古雕是一种识人的凶兽 根据《山海经》记载 谁有寿烟,名于古雕 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 是识人,古雕长得很像大雕 长有角,鸟嘴抱身 像九尾壶一样都是吃人的一兽 声音却似婴儿啼哭,惹人怜爱 南方火神祝龙并非完人 根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 南方祝龙,瘦身人面,成两龙 祝龙有着人的脸庞 野兽的身躯,出入都架着两条龙 很是威武,而且祝龙还是司长夏季的地 节神和六月的职业神 值得一提的是,祝龙还是炎帝的鸟鼠 管辖方圆一万两千的南方天地 麒麟是中国古籍记载的一种动物 是神的坐骑 古人将其当作坠兽 从其外部形状上看 麒麟即龙头,鹿角,狮眼,虎背,熊腰,蛇鳞,马蹄 牛尾鱼一身,乃吉祥之宝 著,其文解密以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